署长 王委员 这个先跟署长谈一个最新的进度 就是行政院今天谈二代健保的改革新版本 没有进度你知道吗 到目前为止宣告没有共识 你晓不晓得 我知道的是有共识 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共识 我不知道你的消息是什么 是我们已经解除假动 所以你今天无论如何啦 署长今天你人在这里 然后行政院如果弄不出版本没有共识 因为整天署长人在这里 所以跟你无关对不对 不会因为我中午我去参加了 你中午去参加了 所以中午结束的时候有共识吗 你离开的时候还有没有继续再讨论 没有 就已经三会了吗 好 如果没有共识的话 本席是认为你没有责任的啦 而如果说你中午有去参加 然后真的没有共识的话 那你真的就是iPhone哦 我参加了 而且我刚刚已经报告过了 其实本席曾经在哦 当时二代健保在修法上触交的时候 第一时间在记者会上 本席是对社会大众说 说我们没有要追杀 杨署长 我认为整个问题不在你 结果现在社会上 包括刚刚记者很关心 希望我要请问署长你的感想哦 就是说用一个什么叫做iPhone或者是iPhone的山寨版来形容署长领导二代健保版本不断的更换 好 那署长你个人的感受应该不太好 这个二代健保既然有那么大的变革 一定有争议 一定会一改再改 一定有争议 是不是 不是一改再改 那在技术面一定会有变动 怎么会到要上场表决了 非要表决不可 如果表决不过我要下台 到这种时候版本还没有出来 可是也不应该这么离不出来 只是有委员有意见 好对不起哦 你的吴敦毅行政院院长才讲说 版本都还没定案就乱晃炮 他的意思是版本没出来哦 当时版本没出来是林医师讲错 后来才讲说是杨立环讲错 换句话说以吴敦毅昨天这样讲的结果就是说 当天是版本没出来哦 当天版本没出来 可是当天署长跟我们讲说 如果表决没有过你就要挂冠球去 当天没有讲 所以这非常的乱嘛 整个是一团乱嘛 没有一团乱 因为我们是一团乱 没有版本怎么会去表决 如果没有一团乱 现在怎么还在乱军之中 还没有办法送进来新版本 没办法送进来啊 这个党里面 执政党里面的程序 你不要在这里硬拗啊 本徐告诉你啊 你要这样说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因为党里面有公司完了要送 要经过党堂会议嘛 我是特别仁慈的对你啦 我很感谢 很多人都说要叫你下台 都骂你是iPhone 只有本席说不要追杀你 所以本席在这里告诉署长 你要告诉你的长官 整个内阁的领导出问题 横向联系全部破功 还有一个人 秘书长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府会总联络人 他的整个党政协调也完全破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内阁自己不自我检讨 只会骂国会 全世界哪里会看到一个内阁的首相 自己的法案在国会 根本表决不下去的时候 他在骂国会而不是自己下台的 没有啦 是你遇人不属有一个这样的长官啦 不要客气啦 这个我觉得他们已经 很努力了 所以问题在你 全国都看到有问题 如果不是他们的问题 就是你的问题哦 我刚刚讲过啦 这样大的变革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嘛 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 我们在等待你的新版本 你的新版本到现在不进来 本席在这里苦口婆心 因为党团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不要乱论话好不好 所以我没有 今天又有什么时候 要用什么所得 然后哪一些所得要进去 不断的放 不断的放 不断的看不到新版本 希望你们好好的赶快把一个改革的 可以兼顾永续经营公平正义的版本 送进来做不做得到 一定要送进一个完整的版本 进来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好 来 今天本席几个事情要请教 署长 你说不会人传人 是不是 库甲市政不会人传 这个是卫生局的报告 卫生署啊 疾病管制局2008年5月 有关于库甲市政相关的报告 在报告的第三页 明明白白 目前已经知道 各种具有这种感染性蛋白 可以引起库甲市病的 全部都传染方式 都是同种的动物才会相互传染 例如人可传染给人 你们卫生 你们疾病管制局自己写的 就是人可以传染给人 今天在这里都讲人不会传染给人 那个是一个血液或器官或组织啦 那当然人可以传染 以前的确是故事是这样没有错 在某些民族他的确是人吃人 人吃人脑 所以死的时候就还分一块人脑给人吃 就真的是人传人 对不起 但是这个故事现在不会发生 对不起啊 人传人的案例在全世界是有的啦 只有你们在这里会讲说不会人传人 我刚刚讲过书学或器官或组织啦 然后现在报告出来了 不会用一般的接触 我讲的是一般的接触 就明明就会人传人 你先讲不会人传人 骗大家以后才讲说啊 人传人在某一种形式 不要用这种语言来混淆视听好不好 还有同样的到底解不解剖 今天在这里答案也都在骗人 你们现在说不解剖 是为什么不解剖 因为已经做好院内控管 没有必要是吗 这个解剖的原因是当时在衡量公众利益 以个人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主张 好我请问书长 书长有好好讨论过 这是一个极可能的新库甲市政的病例 也会是台湾第一个出现的新库甲市政的病例 确认它是或不是这个公共利益大不大 把它确定下来是或不是 在台湾可能是第一个 把它确定下来是或不是 有没有必要性 有必要性 有必要性 那为什么不错 确定跟不确定 是 它是或不是 对防疫的措施是没有影响的 对不起 防疫的措施 确定很重要 是 确定是防疫的基础 然后你说 确不确定跟防疫不重要 所以不必去确定 因为它不是在台湾 又说确定很重要 因为它不是在台湾感染到的 书长你第一时间 你不是在台湾感染到的 就可以不必确定吗 难道从英国感染进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的书血有没有问题 你事后查出来 有两个人书血了 你把它确定不是对于这两个书血的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吗 是不是 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 我们对他的书血已经最终了 所以就是对我们的防疫 署长可以做而不做 问题在于你应做而不做是为什么吗 本席其实知道了 你们就是很草率 那最邪恶的是什么 最邪恶的是让他维持模糊 因为不想让他变成一个记录 这是最邪恶的 你们今天 你们今天应做而不做 这么重要的台湾第一个狂流症的病例 然后他也有输血给两个人 这样的病例 必须确认他是或不是 是非常重要的事 你们用说尊重家属而不做这件事 本席高度的怀疑 背后的官员的心态 一定存在一种可能性 就是想说 我如果确定了 就形成了这个案例的记录了 我如果没有确定就让他维持模糊 假设是这种心态的话 机管局的卫生署整个是对不起这个社会 我们对你们这种傲慢的态度到现在都还不放心 为什么不放心你知道吗 工作专家小组的一个结议 这个结议考虑到个人跟工作 又来了 专家小组现在变成你们推卸责任的对象 依法 依法是主管机关 第五十条 他的主持不是专家小组哦 他是主管机关对于主管机关认为 非实施病理解剖不足以了解传染病病因 就应该要实施强制解剖 不是他写得 得 那个字是得 对 得就是我们要衡量公众利益 所以你衡量的公众利益 他如果是极可能案例 即使没有确定案例 极可能利益 极可能性行案例的话 我们的作为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认知上也会把它认知是这样 你应该让他确定而不让他确定 本席其实所求无他 所求是要向前走 要向前走 这是现在要看到政府最严谨的做法 最严谨的做法就是在现在不要硬拗 硬拗说不解剖是合理的 这个是不对的 这伤害你们的工作伦理 伤害你们的整个也伤害我们的社会价值 也伤害人民对你们的信任 署长 对不起署长 委员会决议出来 主管机关认为应该要做的还是要做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主管机关对于这样的事情 竟然不认为该做这种心态 主管机关也可以 如果认为不尊重他们也可以 但是这个专业小组非常有经验 我会去做民调 本席相信 90以上的民意会认为这个应该要解剖 如果一般人不了解的话 并不一定做出一个公正的解议 你知不知道两年前的库甲市政的发生率 是十年前库甲市政发生率的两倍 十倍 因为我们97年开始类为法定传染病 通报就是比较完整的通报体系 其实我们的库甲市政的案例很多 对不对 本席根据专家告诉我 他们曾经说过一个黑黑数的可能性 就是新型库甲市政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数 那个黑数是什么呢 是我们现在发现库甲市政案例的时候 我们从他的年龄来看 只要是年纪大了就都把它归类为是散发型的库甲市政 这样归类 在他还没有死亡 我没有做确定之前 很有可能存在的是 他其实是新型的库甲市政 可是当我们用年龄分的时候 就把它直接先归入是非新型的库甲市政 那很可能是新型库甲市政的一个黑数 那个黑数是存在的 这个黑数是存在的 也因此本席才会说 当出现一个这么明确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最严谨的方法去了解他 你根本不知道 你现在统计的库甲市政的病例里面 有几个是被你归类错的 你其实是不知道 而且这里面的来源 这里面的来源 是不是都是境外 有没有本土 这里面因为他是黑数 因为他被你归错了 放在那里面 你看你们都不敢辩驳 这个委员的这种想法 我想很多学者 有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但是学术界也是会产生一个共识啦 我觉得委员的想法 值得大家去推敲 值得大家去思考 但是也是在现在我们也只能做务实的做法 所以因为 因为他存在嘛 值得推敲就是存在 存在新型库甲市政的黑数嘛 对不对 不 这个想法 有这样的想法 蓝脸 所有的专家学者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是可以理解 所有的可能性 科学上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科学上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这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进步的原因 因此本席才会说 其实说不定台湾现在被归类成 褲甲市政的病例当中 有一些其实是新型的褲甲市政 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你也知道 学者专家有人都在这样怀疑 本席也都认为应该要这样去做预设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发生一个这么明显的案例的时候 你还不想给他解剖一下 来确认病因 这就是什么 太轻率 本席认为啦 两种可能啦 一种就是我刚刚的最邪恶的可能 你们怕真的变成一个病例的时候 当时呢 美国牛肉就进不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可能是这几天看到这样子被围剿的时候 你们现在只好找一个下台阶 找一个理论 来替自己找出路 找下台阶 在这种情况下去散播错误的工作伦理 那个报告委员到现在这个个案也还没有被归为极可能案例啊 他现在还要需要一个程序 你看又来了你看还在变成 这个委员会的记录以前的记录一直到现在维持都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就是想要维持这种模糊嘛 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有解剖才有这种可能到现在还没办法被归类嘛 决定解不解剖也是可以归的 假如这个委员会同意归有一极可能的心形 就会极可能心形 不需要解剖也可以这样归类 这个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 本系要求你们用最严谨的标准来做这件事好不好 我们会把这个委员的这个意见我们会再给小组多好去讨论 很可能这种心形裤甲市政是有黑数的 刚刚大家都承认有这种可能了 拜托